我们真的有办法向到火星上面去 带您看到绝地救援 这部绝地救援在今年年底才要台湾上映 不过来看到NASA说我们人力到火星上面去住 是绝对有可能的 因为这一次它没有惊人之举 他们说把这个六星人关在夏威夷火山的一个虚拟的地方 就把他们照在里面 一年里面人都不能够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模拟的是火星的环境 我在想那要吃什么 怎么过生活 可是他们说做得到一年在里面 闭关没问题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夏威夷的 叫做毛纳罗亚火山的这个地方 不生地吧 而且这个火山其实因为它还蛮高的 它在北坡 那上面有一个圆顶的建筑物 那个建筑物其实没有很大 高大概长大概有11公尺左右 然后高有6公尺 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你看它是一个圆顶的建筑物 然后里面其实有隔层小房间 所以这六个人 这个六个受训的这些人 在里面会有各自的小空间 可是因为其实我刚刚就讲说 它这个圆顶的建筑物其实不大你知道吗 长才11公尺 然后高也才6公尺 所以他们基本上在里面都是受限的 所以你只有一个个人的小空间 可是小空间里面只有折叠窗 一个小小的空间而已 那你在里面的活动其实很受拘束 所以如果你受不了的话 你也可以到外面来活动 但是对不起 你到外面活动的时候 必须经过地面管制中心的同意 因为外面就不算是火星了是这样吗 不是 你要出来可以请穿着太空装 要模拟 这里面六个人里面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就是这六个人 你不能讲 他其实是很勇敢 但里面有法国的所谓的天文学家 有德国的所谓物理学家 另外有四个是美国的所谓的机师 还有这些受训的人员 他们这六个人 即将在这个地方住上一年左右 我们先讲这不是第一次的实验 前面其实也做过了两次的实验 而且这两次的实验时间 其实都不长四个月八个月 成功吗 这是最后是成功的 这个是最后一次的实验 也就是说让他们再长达一年的时间 时间达得更长 好 那你先讲说 现在在里面要做什么 实际上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个电影的片段 是因为年底才播 可是好莱坞跟这个所谓美国NASA 在合作 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电影里面 有很多都是拿火星来做文章 之前还有一个火星任务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评估出火星的环境 很有可能最适合有生物的生长 很有可能也是人类下一个 都真正登上所谓其他星球里面 我们现在只有登录月球 还没有其他的这个星球有登录过 火星看起来很有可能 可以让人家登录 所以这个NASA 他们跟这个所谓康乃尔大学 还有夏威夷大学 他们就合作了这样一个研究的机会 研究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到火星上面 去居住的时候 我的条件有什么 你现在不可能用电脑来模拟吗 所以选择了这个毛纳罗亚火山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地点 像沙漠一样 画面上就很像是我们之前所 他们这个不是 火星上面不是有那个好奇号吗 他们所拍回来的照片 就有点像是这附近的这样一个地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研究 你刚刚不是讲说前面有两次研究 你知道上次研究什么你知道 怎么在火星上面煮东西 对 我成功嘛 做什么 对 它就是训练你的烹调的方式 那接下来就是说 你坐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你总是要有一些通讯 对不对 那我要让你模拟第一个 你像外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可以出来 可是要穿着 请穿着太空装 另外他也让你模拟什么 模拟说好 我在太空里面要生活 那怎么办 那你吃干燥的食物 吃太空的干燥 然后吃那些起司粉罐头鲍鱼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 上次虽然是有烹的 可是你也知道 在大气下面就是你要有氧气 你要氧气才能煮东西 火才会生得起来 鲍鱼罐头加生菜沙拉可以 可以 但是不然你吃一餐觉得还不错 我叫你吃一年 我不要 然后这里面当然也可以让你上网 你就是上网也不错 对不对 但是因为火星到地球其实有点距离 我们要靠电波传送或什么 其实会有通讯lag的问题 好 他们在这里面 也要模拟这样的一个生活 就你可以短暂的 跟地球上面的人 不能上我们吃到饱 不是只有吃到饱而已 你现在可能现在说的 你要在那边等你知道 你有看过火星任务 严重lag就对了 你要等到ufmessage 然后你就开始 可能是你两天前或多久之前的留言 然后人家传过去再传回来给你 他们就是要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看在狭小的空间里面 像我们现在棚里面这么多的人 可是六个人就让你住在这里面 所以你左边看起来你是看到他 右边看起来看到他 而且局处的空间里面 有些人其实会受不了 像我们这种喜欢外面的 就会觉得说绑在这里面 他们其实要借此来测试 就是说人类如果真的 关在这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处处都给你设限 未来如果你真的在地面上面 模拟是OK的话 这一批的也很有可能 未来如果要登陆这个火星的话 他们就是第一个 去登陆火星的太空人